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撒末尔记》上的第十章 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 当扫罗把他的仆人都先打发离开过后 扫末尔就在两个人,他跟扫罗两个人的场合里面 来去拥有高利了扫罗 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当然这还是一个两个人的聚会 在一个私下的聚会 但是这个高利却是确定了扫罗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个的君王 后面我们看到 扫末尔仍然在会中当中 借着抽签的方法把扫罗给选出来 但是在高利了这件事情过后 扫末尔就让扫罗知道一些的凭证 比如说他将会去见到某一些的人 然后也会被感动 被圣灵感动 在他们当中来说预言 那这些的事情都一一的发生 因此扫罗其实也是非常的确定 上帝是拣选了他 他被扫末尔用油膏了 他被圣灵感动了 那他也得到了要得到的这些凭证 然而在还没有正式的公布 他就是以色列人第一位的君王 扫罗也很小心 他就没有告诉其他的人 包括他的叔叔 扫末尔曾经这样子的来去高利他 或者曾经对他说出的这些的预言 那在第十章的十七节过后 就是一个正式的公告 扫末尔把这一些的百姓 这些的领袖召集过来 然后接着抽签的方法 就抽到了扫罗 那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当抽到扫罗过后 大家找不到他 不知道他在那里 原来他藏了起来 而是上帝给予指示 说他是藏在这一些的物品当中 他躲了起来 可能是害羞不好意思的这一种的情况 因此百姓把他找出来的时候 发现到原来他是很高大威猛的 这一个大家就称他为君王 对他说愿亡万岁等等 那这是第十章给我们看到的那一个的细节 然而我想今天在领袖的时候 我要把那个焦点放在 扫末尔给扫罗的那个凭证 他会见到好几个人 然后他也会见到这一个的先知 那他们在当中跟先知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被圣灵感动 然后说出预言 那这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第九节那边提到什么呢 提到这一个上帝改变了扫罗 那赐给他一切一颗新的心 他还没有见到这一些先知 还没有见到这一些的凭证之前 当他离开扫末尔 圣灵就改变了扫罗 给他一颗新的心 给他一颗在神的面前顺服 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心 然后当他遇到这一些的先知 他也跟他们一样被圣灵感动 在他们当中来说预言的时候 这时候就有一句话 把人看见了 就有一句话流传在当中说 扫罗难道也在先知当中吗 弟兄姐妹 这是今天我们可以停下来做一些的反思的 什么是先知 先知不是只是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明天会不会下雨 后天是不是有一个人会病倒 还是生病得医治 先知在俱约圣经里面的角色 不单单是预知未来 或者预告未来 先知其实最重要的角色 是宣告上帝的话语 是成为上帝的传身统 上帝的代言人 圣灵的感动 在先知的生命里头是特别重要的 而撒母尔其实高丽了扫罗 是要让他成为君王 而其实这让我们看到 一个君王为什么要成为先知呢 为什么又被感动 好像在先知当中能够说预言呢 其实这让我们看到上帝 他自己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不管是君王还是先知 他们都应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 过去没有君王的时候 撒母尔成为士师 也是先知 在带领以色列的百姓 他就是代表上帝 成为上帝的传身统 把上帝的心意 向以色列百姓来去成名 好了 现在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的君王 上帝也应允了 然而上帝对这个君王的要求 却是这个君王 以要好像先知一样 他不是在代表自己 他不是在享受某一种的权利 他乃是代表上帝 在百姓当中指引百姓的道路 他成为上帝的传身统 把上帝的话语向百姓来去说明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上帝 在还没有再正式向百姓来公布扫罗成为君王的时候 先让他在先知当中被圣灵感动 圣经说得很清楚 要成为 要给了他一个新的心 而他被列在先知当中 能够成为上帝的传身统 上帝的代言人 弟兄姐妹 因为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来到今天我们看到 上帝的这个心意没有改变 当耶稣升天过后 或者升天之前 祂告诉祂的门徒 叫他们等候圣灵 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也就是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得着能力为主来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就是成为神的代言人 把我们所看见 我们所经历 我们所认识的神 向众人来去宣讲 上帝的心意没有改变 祂要我们能够成为祂的福音的出口 才为祂的代言人 把祂的心意向世界来去说明 祂给我们一颗新的心 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 给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 而我们要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 扫罗 他有没有真正完成这一个的任务呢 以后我们会看到 扫罗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 然后弟兄姐妹 你跟我又怎么样呢 上帝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祂要使用我们 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你跟我是否愿意顺服祂 并且成为这样美好的见证人呢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看见祢的心意不改变 祂要拣选人为祢来做见证 成为祢话语的出口 主啊今天祢拣选了我们 但愿我们也能够谦卑地回应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